现如今新等约车已经成为了一种高科技的象征 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他们宁可选缓动车型 也不太会接受纯电动车 毕竟以现在的市场现状 充电还不算太方便 加上电池技术不是太成熟 续航问题成为了纯电动车的消费痛点 使得一些家庭对纯电动车残户碎变 但也是因为续航是纯电动车最敏感的话题 但凡电池技术得到一点突破 瞬间能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可见消费者对于纯电动车的智能化 加速性能低能耗都是非常满意的 唯独续航和充电效率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不过在这方面 有一家中国性能力车企有了突破性进展 充电5分钟续航超200公里 综合续航更是超过了700公里 还是基于国内首家800部高压快充品的挡造 这家车型就是小盆汽车 而拥有这些特殊性能的 就是旗下首款SUV车型小盆G9 号称全球充电速度最快的豪华纯电动SUV 并且在智能化程度 动力性能方面有着非常卓越的表现 可以说这是一款足以改变市场认知 前所未有的纯电动SUV 且售价仅为30.99万至46.99万 刚官宣就一夜成名了 续航700里2公里 底盘全是核心 551马力空气悬架 G9作为小盆布局新能源SUV市场 推出的重磅特性 在续航和充电效率方面下作了功夫 该车就以国内首个800倍高压快充SIC平台打造而来 配合小盆自建的480千瓦超充装 全系标配3C超快充电池包的车型 充电5分钟就有超130公里的续航能力 若选择4C超快充电池包的车型 充电5分钟就能达到超200公里的续航 电量从10%充到80%仅需15分钟 热效率跟加油站排队加油没多大差别了 对于纯电动车来说是一大跨越式进步 有了高线的充电速度 剩下的就是电池的续航问题了 这方面小盆T9提供了超大容量电池包 分别提供了78.2千瓦时磷酸体力电池 和98千瓦时三元力电池 综合续航分别可达570公里 720公里 即便是搭载了两台电机的四驱性能板 在98千瓦时电池加持下 也能有650公里的续航 这要比市面上很多长续航车型都要优秀很多 基本上解决了纯电动车的续航短板 但小盆T9并没有因为较长的续航在动力方面缩水 动力性能反而是它的另一大优势 其中X-Power 3.0动力系统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仅后驱单电机版本就有313马力 430牛米的最大功率 0百加速仅需6.4秒 百功率耗电量仅有15.2千瓦时 对于一台中大型SUV来说 这样的成绩相当出色了 而四驱双电机版本 最大功率更是高达551马力 717牛米 0百加速仅需3.9秒 同级无敌 而百功率耗电量仅有16千瓦时 可见这套X-Power动力是很有科技含量的 除此之外 这款车还拥有着远高于同级的智能化水准 首先在驾驶辅助方面 新车搭载了全新的X-PILOT 4.0驾驶辅助系统 拥有双硬尾达Oran芯片驾驶 总算力高达508TOPS 在激光力达 高清摄像头等全车31个感知元件驾驶下 能够实现从起点停车位 到终点停车位的全场景辅助驾驶 包括驳驶停车位到城市道路高速快速路再到城市道路 最终驳入车位的全场景达通 其中就包含了主动刹车 自动电道辅助 循迹倒车 远程召唤等L加急驾驶辅助功能 相比人类的反应要快很多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便利性和安全性 至于在智能座舱方面 新车搭载了行业首个量产的基于3DUI的人机交汇系统 内置SA8155P芯片 具有四音区识别 毫秒级响应速度 晚低对话 全车全市人机对话等功能 还能通过感知系统和S2渲染 将真实世界投射到车机屏幕当中 能够让车主以上地视角 全方位感知车辆周围情况 非常的智能 除此之外 新车还具有说到既做到的强大语音控制功能 机盖 车门 尾门 大灯等配置 都可声控或轻触屏幕就能开启 相比其他车机系统的可见即可说 要更加先进 既然是一款豪华纯电动SUV 那舒适性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新车拥有4891 1937 1680毫米的尺寸长宽高 和2998毫米的轴距 级武座的布局 让每一排成员都能享受到宽大的乘坐空间 高端的全NAPA真皮座椅很有陷入感 除了前排支持加热 通风 按摩 以及腿拖功能之外 后排干式配备了加热 按摩 以及相比式大腿拖 超大尺寸全景天幕 在享受阳光的同时 能有效格局日亮 由28个声学单元 打造的5D音乐座舱 堪比电堂级音乐享受 还有双枪空气选架 全铝合金底盘 所带来的高级行驶质感 以及电锡门 无框车门 所带来的高端感 处处彰显百万几号车气息 可见 小鹏这些的出现 或将改变人们对纯电动车的看法 毕竟这款车在动力性能 续航能力 充电效率方面 做得更加均衡 还有超高的智能化水准 相比当现在很多纯电动SUV 更符合人们的需求 所以它的市场表现 还是值得期待的 那么对于这款车 你怎么看呢 点赞关注 我们评论区见